这西山的山脚下呀 是一片荒凉之地 平日里白天也是行人稀少 但是一到晚上 那山坡上就会亮起点点的荧光 好似鬼火在晃动一般 若是走近一点就可以看清楚 那是点点忧虑的灯光 不仅有人汇集在此 而且数量还不少 走进人群你就会发现 那是一个个的小摊子 看起来是卖东西的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招揽生意 整个小市场内是鸦雀无声 再看摊子上的商品 那可是真够吓人的 全是老坟里面刨出来的陪葬祭品 甚至还有死人的骨头架子 还有一些摊子上 竟然捆着几个年轻的女孩 看起来也是做买卖的商品 这就是鬼师 这几日虽然几个堂口被盐老酒给破坏了 但是市场上负责销售的人 还是不知道的 依然在正常的交易着 若说起鬼师的四大堂口 只有一个最为特殊 因为这个堂口只有一个人 今天晚上啊 一个长发的男人就来到了这个披着黑斗篷的摊主面前 哼 想要点什么呀 哎 我说啊 什么药在这里都能买到吗 咱们也不卖棺子 来的人正是赵八 他看了看摊主面前摆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瓶子 皱起了眉头 原来呀 这摊主专门卖各种毒药 难怪这个堂口只有一个人呢 这东西也确实不需要太多人来生产销售 嗯 我想要一种毒药 能让人死得很惨 浑身溃烂化成浓水的那种 哎呀 有意思 有意思啊 这个其他人只会买毒药 一点创意也没有 浪费了我的研究 一听赵八的要求 那摊主似乎十分兴奋 黑黑的坏笑了起来 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摊主 他便是鬼市制毒堂口的堂主 擅长配置各种毒药 什么迅猛的 慢性的 化湿的 迷情的 让人疯癫的 甚至可以控制别人的 这些年死在他腰下的人 那是不计其数啊 等这个摊主一掀开斗篷 那赵八才看到这家伙 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眼镜跟那个瓶底那么厚 还是这位客人有追求啊 您想达到什么效果呀 这老家伙似乎对怎么害人 十分着迷 兴致高昂的就问起了赵八 啊 我有一个仇人 太可恨了 我要是一刀杀了他 我觉得不解恨啊 赵八得了阎老九的真传 那撒起晃来 是一点都不脸红啊 呃 我想要一种 他吃上不会察觉 呃 也不会马上发作的那种 这个发作以后吧 呃 他就要吃尽苦头 呃 被折磨很多天 才会死去的那种毒药 嗯 这样嘛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哪 这赵八 善于投其所好 把自己想怎么害人 讲述的是十分的详细 听得那老毒物 是越来越兴奋 那眼睛也是越来越亮 哈哈 哎呀 太好了 我喜欢哪 哎 你等一下啊 哎 我这有一个 刚刚研制的 这个东西啊 是无色无味 人吃了以后啊 三天以后才会发作 就见这老头 一脸得意地 介绍起了自己的新药 没一会儿 他就从小药箱子里面 找出了一个小小的瓷瓶 嘿嘿 你看看这个啊 他发作以后啊 浑身都会溃烂 就像是有上万只蚂蚁 一起撕咬一般 哎呀 那痒的是让人生不如死啊 哎呀 直到七天之后 整个人被抓成一堆股价 才会死去 哎呀 嗯 太惨了 哎 我跟你说 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呀 嗯 好 就买它了 哎 等会儿啊 不过这个贵一点啊 嗯 没事 钱不是问题 哈哈 好嘞 您真爽快啊 客人 您慢走啊 慢走 看到有人识货 那老头显得是兴奋极了 甚至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到那个被害的人 临死前的痛苦模样 可是啊 就在他低头整理药箱的时候 发现那个长发客人 又停了下来 啊 对了 这个药有解药吗 接着便开口询问起了解药的事 哈哈 哎 有是有啊 可你要它干嘛呀 你不会是心软了想半徒而废吧 这让卖毒药的老毒物皱起了眉头 他可不喜欢那种做事坚持不到最后的人啊 没有那个狠劲你说你买什么毒药啊 浪费自己的心血吗 那不是 嗯 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也得让它多长几遍呢 救下来以后再毒 然后再救 然后再再毒它 但是不想招拔着一开口啊 让那个老毒物的眼睛更亮了 哈哈 哎呀 这位客人啊 您太太有创意了 他觉得自己真的是碰到了知己了 哎 您过来过来过来 哎 快快快 哎 这个解药啊 它可更贵 嗯 不过啊 我会便宜点给你的啊 好 那就多谢了 知己难寻 于是这个老毒物便宜的又做完了一桩买卖 哎呀 我真想看看那个人痛不欲生的样子啊 看到赵巴转身离开了 那老毒物是一脸期待的表情 啊 放心吧 你会看到的 哦 哎呀 看样子对方是个人物啊 当他听到自己也许真的能看到那个人的惨样时 他立马更兴奋了 他最喜欢看到人惨死在自己的药效之下 就在他兴奋的异响的时候 突然听到鬼市进口处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啊 快跑啊 巡捕房的人来了 这老毒物忙着朝超杂的方向看去 这顿时心中就叫了一声不好 不许动 不许动 警察 给我站住 往哪里跑 原来呀 是一队巡捕冲进了鬼市 顿时把这帮恶人吓得四散奔逃 站住了 嘿 老实一点 那些带了大批货物和倒卖人口的贩子 根本来不及跑啊 当时就被抓了个正常 要说这个老毒物绝对机灵 把药箱一杯 低头就钻进了身后的树林中 这黑灯瞎火的场面又乱 哪里找得到他呀 别说 还真让他给成功的逃脱了 可是他没敢出树林 在一棵大树后边 躲到了后半夜 听到外面一丝声音都没了 他才放心的出来 这老毒物他是不敢走大路啊 转往那个阳长小道上跑 好在地形熟悉 跑出去了十几公里 他也就没有遇到人 但是他没敢放慢脚步啊 依旧警惕的 没事就回头看看 老毒物 就在这时候 那前面的树林中 走出了两个人影 这可把这个老毒物给吓坏了 哎呀 吓死我了 原来是你呀 老鬼 他定睛一瞧 原来是鬼市的堂主 那个专门挖坟掘墓的老鬼 哎呀 你可吓死我了 看到是自己人 那老毒物长嘘了一口气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你不知道啊 今天晚上 突然来了寻补房的人 把人都给抓走了 哎 对了 我要的那个孕妇的尸体 你弄到了没啊 看来这几天 暂时不能爱了 但是药还得配啊 这几天风声紧 老毒物想闭门制药 便问起了那个老鬼自己要的货 尸体就在我家呢 你过去拿就好了 啊 你家安全吗 你说呢 这老毒物唠唠叨叨的说了半天 可眼前的老鬼给他的感觉很怪啊 好像什么都不关心似的 就在这时 突然人影一闪 他发现那老鬼身后的大僵尸 竟然站在了自己的身后 顿时一股不好的感觉 在他的心头升起了 但是此时什么都完了 他就感觉到后脖镜一阵剧痛传来 眼前便黑了下来 啪的一声 这老毒物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就栽倒在了地上 失去了意识 师父 这招真管用 其实啊 这个大僵尸 是我踩着高桥假扮的 而那个老鬼 当然就是盐老酒假扮的了 那老毒物 被我们拖回了山林中 老鬼的藏尸小木屋 当他再次有知觉的时候 正感觉到有人 往他的嘴里面灌水 这老毒物被这水一刺进 立马就清醒了过来 你们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要抓我呀 可是清醒过来以后 他发现自己被牢牢地绑在了一把木头椅子上 你们给我喝的是什么东西啊 看见我们一脸坏笑地看着他的嘴巴 那老毒物一下就反应了过来 喝的是什么 喝的是你的得意之作呀 啊 怎么是你呀 你不是买药的那个人吗 他的问题 立马就有个熟人过来给他解答了 而且呀 那人手中的瓷瓶 他更是无比的熟悉呀 正是他自己精心配置的毒药 啊 白 白师 是 毒伞 等他看明白这一切 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哈哈 老毒物啊 鬼王在哪啊 你得老实交代呀 我们可以给你解药 嘿嘿 看这里 解药可在我这儿了啊 你要是不交代的话 我们这解药可就不给你了 他是喜欢看人中毒 但是他喜欢看别人中毒啊 而不是自己呀 我说 我说 鬼王大人 他在 他在 九阴山 因为怕死 这老毒物把自己知道的全部都讲了出来 我都交代了 快把解药给我吧 而我们当然会说话算话了 哎 解药给你放置了啊 自己过来拿吧 我们还有事 我们先走了 哎呀 什么 我这滚着呢 你们这帮混蛋 对待这种害人无数的坏蛋 不好好惩罚他 真的不是我们的作夫 哎 快放开我 这老毒物直到最后一刻才吃到了解药 命是暂时的保住了 但是那毒发的过程却让他生不如死 那身体被折磨得不行了 没过十几天 因为没有得到好的条理 也就一命呜呼了 那死相真的很惨 这下场也是他最有应得的 这下场也是他没给你 怎么办 这下场也是他最伤得的